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早安 非常感謝各位 每個週1到週6 每個早上收看我們台股大樂透 這個節目單元 台北股市在過去這兩天 就這個禮拜以來 從端午節過後 禮拜一表現拉出一根實體 破底之後的第一根 往上攻堅的一個殘紅可以棒 那麼我們再看昨天 昨天6月23號 加權股價值數漲了49點 你一定覺得說 這個盤接下來該怎麼看 我覺得我們先看一張圖表好了 各位請看 來 這檔標地股是今天 我們會建議我們的成員 今天會做進場的 那麼再看這張圖表之前 我覺得 再看另外一張 這個叫宏達店對不對 一樣 你再注意看一次 第一個 整體的格局 非常的一個相似 好 那麼在燒帶 台北股市今天開完盤之後 我們會建議我們的成員要做進場 那麼為什麼要做進場 我們從幾個交叉比對裡面 跟各位做個分享 首先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這一檔標地股 叫做2498宏達店 好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以宏達店為例 我們不談它的獲利能力 單純就什麼 就股價技術分析的結構裡面 請問今天應該是站在多方還是空方 好 簡直說假設你今天一定要做一檔股票 那不管你怎麼做 你要不就做多 要不就半康 你不能說我官忘喔 好 那就只能做一檔 假設我們以宏達店為範本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那麼請問今天開盤之後 稍待再過一個鐘頭以後 加權股價指數台股要開判了 那請問你今天可以做一檔股票 那檔股票就是宏達店 今天六月的議事 請問你宏達店當然是要把它放空 協社是要把它做多 這樣就好了 你說我沒有辦法判斷 那麼你就 我認為啦 那理論上就暫時不要做股票 我的想法是如此 你說那我該怎麼看呢 好 我們再看兩個兩檔股票 你說又要看兩檔股票 對 好 來 我們來看 那各位大樂透成員一樣 請你現在跟我做同樣動作 你就點一檔股票 叫做上證A股 好不好 我們把上證點出來 好 你一定告訴我 小明上證你昨天早上說上證會大漲 不是大家講大跌嗎 你說一定會反轉 反轉 他本來就一定會反轉 來 跟著我做一樣的動作 你就把你的手指頭伸出來 上證A股 你有給點一下 我相信本來這個東西很簡單 不困難 技術分析給點一下 好 各位請你看著這個畫面告訴我 你看眼睛看到的 請你告訴我 好 以上證指數為例 昨天是不是開低 開平 走低 收盤硬是拉了100點上來 上證喔 那為什麼要拉100點 你就看著這張圖 你說我要哪裡看有 你一定看有 你怎麼看不見 他要去到哪裡 他要去到4944 他就不去了 又開始漏了 你說你給我說一半 我說一百塊也一樣 你就看著他 你說接下來怎麼看 看漲啊 漲到哪裡 漲到4944就結束了 你說為什麼 你做參考 為什麼 因為你又不能去買上證A股 好 舉例 這是不是最高點 最高點由上往下 我用畫的好了 就用宏達電來畫 1 2 3 好 由上往下 不管有沒有引線 不重要 有沒有引線 我覺得那個都沒有意義 好不好 有引線沒有 引線沒有重要 重要是在哪裡 如果是由上往下出現這個 這個叫第一次 第一次的向下跳空缺口 叫做空方逃逸缺口 代表怎麼樣 代表他一定會路 你一定要走 這是第一次的缺口 好 那這個呢 這個叫第二次的缺口 當第二次的缺口出現之後 這天不管他是長紅長黑 理論上都是黑K啦 跳空嘛 暴跌嘛 長黑 代表什麼 這個叫反轉訊號 這個叫空方 要記得 這是空方的反轉訊號 不是多方喔 代表他要漲了 可是他要漲到哪裡 沒有 千九里他要去到哪裡 他這裡就是他要去 我再看一次 不會錯的 怎麼會錯 不管是國際股市 美股 日股 這個叫最低點叫4466 這個叫最低點叫4466 所以反轉哪裡 中間只要有一個順 那順順的叫做 這個反轉先看多少 先看這個正中間值 站不上 關鍵來了 站不上代表這個空方是持續的 他會破底 站得上 那麼這裡不排除會再創新高點 可是前提是這個轉折點 他要顧得住 好 回過頭來 再看一個東西 來 請看電腦圖 這個是不是加權股價指數對不對 好喔 考試 來 請問加權指數接下來怎麼看 小明我看不完 裡面有一大堆的線對不對 就臺灣話說 營壓插麵線 那叫什麼 叫固固定 好 那請你看著這張圖表告訴我 那個線要看嗎 不要看 你不要浪費時間了 你可以不要浪費時間嗎 什麼叫浪費時間 好 來 你看著它 第一個上方有三條 中長期的反壓 對不對 底下也有兩條 一到兩條的一個短線的集結 支撐 中間 加權指數 好 來 中間這裡又有1 2 3條 那這是要怎麼看 你不要浪費時間了 這來壓揮是正常的 壓揮要賣 台北高時你都說壓揮要賣 不是 來 你看著它 注意看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你說我什麼都沒看到 哇 你呢 這裡有沒有一 沒有 這支到這支 這裡有一個缺口嗎 有啊 沒有 有啊 這個叫什麼 叫多方逃逸 我一定會漲啊 好 再來 那這個呢 這個不叫二 那不叫做二 這個叫空方 多方反轉信號 不代表什麼 它短修正之後 要再往上創新高 這不叫紅三兵 紅三兵是三根紅K棒往上 三根黑K棒往下 往上叫紅三兵對不對 紅三兵是沒有跳空缺口的 好 如果有跳空缺口代表什麼 這裡不排除要有一個反轉 這個反轉下來 這裡夠掉了 這是加碼點 這樣OK嗎 好 回過頭了 我們來看這支股票 這兩股票不就叫2498 叫紅達店嗎 好 2498 好 來 一樣先看電腦圖 你這樣怎麼看 什麼也不用看 這有什麼好看的 紅達店現在是要怎麼看 當然是多方啊 你說小明你再說一次 這次怎麼看是多方 我怎麼看都是多 那你告訴我怎麼看是空 你教教我 來這裡這裡 怎麼看它是個空方 看不出來 絕對是多 我來看這張圖表比較容易 各位請看 以紅達店為例 我們把過去這幾個交易日 每一天的走勢 那麼做一個接續圖對不對 好 昨天是6月23 今天台北高市要開播 我請教你 這支股票給你怎麼看 好 第一個 最低點是不是發生在6月12號 對 這是真的 那最高點呢 是不是發生在6月15號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做100次你輸100次 我說一次 你做紅達店你怎麼做得贏 你看著它你怎麼做得贏 你不可能做贏 你為什麼做不贏 好 第一個 因為股價在6月12號是一路破底的 對不對 對 它一路破底你當然不敢買 你就每天在想說我現在停損 手上線心沒有全部歸零 好 反過來講它怎麼漲的 它是這種急漲的 急漲你說你會買在這裡 你不要亂講了 你再怎麼買你再了不起 你也買到這裡 你買這裡會不會賠 你不賠我輸你 你買在這裡你不會輸 漲停板 撞死 撞起了不然你撞一下 碰過了 你做不贏 你這樣做你要做得贏 好 所以你要看著它 我是怕你輸 第一個 請各位不要看電視買賣股票 我是跟你分享 你怎麼去判斷一檔各股市 接下來要回檔還是要起帳 如果要回檔 你當然不應該買 如果要起帳你就不能做空 那請問是回檔還是起帳 你一看就知道 這不是一般人在做的 這絕對是法人控盤的 好 所以這叫最高 這個叫最低 那肯定是在這裡 在這裡 那如果站在這個中間值的上方 代表這檔個股是看漲的 這個中間值的下方 代表這裡全部都套牢 你要提防它會回檔 現在呢 現在就站在這個上方 就剛剛好守在那裡 所以代表說 這個觀察價位只要守住了 你當然要正向樂觀去看待宏達電 問題是你一定要有一個問題 你說宏達電那第二季預估虧損10塊 高口高對不對 對啦 那請問你 那你就挑一檔是多頭的 並且今年獲利會創新高的 好 那我們暫時不看宏達電 來 各位請看 請所有親愛的大樂透成員 今天是6月24號 那稍待台北股是要開盤的對不對 對 那麼請把昨天下午6月23號 你所拿到的研究報告拿出來 好 你就看昨天 你長的研究報告拿出來看 好 長是6月23號 今天是6月24號 那麼今天稍待 我們會進場這一檔標的股 過去以來 我舉個例子 過去不管從貫德 齊邦到TPK去年9月 到接下來10月底的11月 細品 台郡 群聯 那麼一直到12月份過後開始的巨騰 從仁寶 金渴 以及近期的聯發科 續復 槍心斷 永冠 沒有錯吧 再來過去這兩三個禮拜來 是什麼東西 不就景德 齊邦 東陽嗎 每一次我們進場 我當天一定會向我們所有成員 做研究報告清楚的說明 的第一個 但是這一檔個股 我們提前說明 昨天的研究報告做了簡報 接下來我們今天會做進場 好 所以你就看著報告 那麼來觀察這一檔標的股 這一檔個股近期的高點 是在6月3號 近期的最低點是發生在6月5號 昨天是6月23號 我們去觀察從6月3號以來 一直到昨天截止 平均持有這家公司的平均持有成本 一定在這一條藍色的這裡 這叫真實的 我不可能有錯啦 一定是這裡啦 好 那麼既然一定是這裡 好 那接下來 股價就分成兩個 什麼叫多頭 什麼叫空頭 股價站在平均成本線之上 這個叫多頭 股價如果站在這個平均成本之下 這個叫空頭 多頭市場看大漲 如果個股走多頭 走空頭當然看大跌 OK嗎 這個叫做起帳點 起帳點該怎麼看 要站在買方 那要怎麼買 兩分鐘後馬上向您做警報 等於自由 我覺得這是一種互動方式 很有趣 很棒的經驗 我覺得學習在哪裡都可以學習 不一定是在學校 把學習的自由還給孩子 把珍貴的時間留給彼此陪伴 在家學英語吧 Tutor ABC Junior 亞洲投顧您的堅強後盾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我愛唇棉 I love my cotton 那你呢 跟宇宙人一起尋找最自然的纖維 美國麵商標品質第一 BLACK MUTOWA UCC 一股改變世界的轟 日本副系統變餅空調 HORI SONG 現金回饋最高3000元 要買要快哦 你要如何 扭轉甜甜進口品嘗 你會如何 分享妙想天天都想 開開心心 進行去想想 一起玩吧Oreo 非常搶先爆 讓您緊盯台股的每一秒 我們是全排唯一 瞬間成交盤 我們幫您匯整 所有的個股訊息 我們有最正業的 法人看法分析 早上看盤 看非凡場宣報就對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一樣 各位請看 第一個 我們在五月份 特別是五月底以來 那麼當時最主要除了聯發科之外 不就蓄付永貫 江心段嗎對不對 好 那您告訴我股價都漲 關鍵不再漲 您再做個參考了 蓄付叫4.119 這檔股票叫4.119 叫蓄付對不對 不在於股價的一天漲更跌 我舉個例子 各位請看 為什麼該公司的股價 是5月25號以來是一路漲的 那麼這個一路漲的過程裡面 從25包括到了27 包括到了29 股價一路再漲 你不要忘了 五月份一直到這個禮拜 台北股市是一路破底了 大盤是幾樓漏的 不是漆 是幾樓飯店 好 來 那為什麼會漲 我不是要跟你炫耀什麼 我們這樣子有賺錢 我沒要跟你說 節目上你看到的我就負責了 花大不死我就負所有責任 來 那為什麼要買 包括請問為什麼要 當時要一路去買進蓄付 那請你告訴我 應不應該買 分別是蓄付2011年 2012年 2013 2014 2015 我們為什麼要買 因為股價最終會怎麼樣 你怎麼會回歸基本面 你有夠厲害 對 回歸基本面 什麼叫基本面 蕭銘你告訴過我 基本面就叫做獲利能力對不對 對 好 那你看著他 那要不應該買蓄付 應該啊 那你請你告訴我 他該不該漲 那當然會漲啊 這樣OK嗎 五月分到六月是一路崩盤破底 再看一檔股票 這是什麼叫4528 叫江新段 這是什麼叫江新段 好來 台北股市你不要忘了 五六月份是一路破底的耶 他是一路崩盤破底的耶 不是啦 為什麼一路崩盤破底的耶 來 看著他 因為獲利能力預估會創歷史性高 那請你告訴我 該不該買 這什麼買進就這天買進了 不然我就停牌嘛 我講了我就 你覺得應不應該買 你覺得他會不會漲 沒有啦 股票是這樣做的啦 不是兩條移動軍線丹的 一個成交量就去港幣 你買一張股票少要好幾萬 多一張要幾十萬對不對 然後你辛辛苦苦存的錢 你就看一個什麼價量兩條算 你就下去拚 希望所有人你都賺很多錢 不是這麼做的啦 我們的看法就在於 第一個跟你分享 他為什麼會漲就這樣子啦 我不是要跟你說 我這裡買到這裡 已經一張去20塊 我不想跟你談這個 我只要告訴你 為什麼股價會漲 為什麼股價會漲 因為獲利能力創新高 為什麼會漲 因為獲利能力創新高 為什麼會漲 為什麼會漲 這不叫永貫嗎 為什麼會漲 你一張最少是四萬 一張啦 那你告訴我他該不該漲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一直到2015年 那你又要問我說 最近他為什麼停滯了 因為他要辦憲政 我不是不看好 而是在於 因為他要辦憲政了 所以股價預期呢 有個整理的時間 那麼你參加我 各位大樂透成員 就是我們希望說能夠把一些 把資金做有效運用對不對 對 好 那他會不會漲 那當然會漲 那你不就賺很多很多很多錢嗎 好 回過頭來 請你看 請所有的成員 各位看幾次 把你昨天6月23號的研究報告拿出來 昨天是6月23號 今天是6月24 稍待台北股市開盤 開盤後 我們會切入這一檔標的股 我相信你會有非常高的投包率 你一定告訴我為什麼 好 從幾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 從籌碼結構去做統計堆疊 股價站上攻擊發起線 這是事實 昨天是6月23 接下來最主要就是在於 請你告訴我 來 這不就跟你的研究報告上面 看到的一模一樣嗎 對不對 對 分別是從2011年 2012 2013 2014 今年叫2015年 Q1叫第一季 Q2叫第二季 請你告訴我 Q1第一季 該公司今年第一季的營收是怎麼樣 你說營收比去年第四季低 歐北共 今年的第一季是創歷史新高 你再看一次 你說蕭敏 那是哪裡 你是歐北共 2015年這第一季已經公告 對不對 對 他比去年第四季低 請你把每一年的第一季拿出來看 那第一季是不是創歷史新高 對 那第二季呢 是不是再創歷史新高 第二季 沒有錯吧 股票看了書未來 你告訴我這個叫什麼 你說叫Q3 Q3叫做什麼 叫做第三季 你告訴我這個股票 你現在還賺太多我就沒辦法了 看著它 不用看我 這是2015年 一二季已經發生了 三四季是目前法人圈的推估值 好 那請問股價最終回歸基本面 永貫 永貫一定漲 蓄負不用我再說了 對不對 一直到將心段都一樣 一定都漲 那麼這些個股呢 那麼稍待我會帶你進場 那所有觀眾朋友 如果說您對我們的投資模型 想進一步了解的 也歡迎您稍待可以打個電話 給我們服務朋友再來看一下測標 好 測標裡面我們6月16號節目上 在蓄負永貫江心段之前 叫做 不是 之後 叫做錦德 東陽叫齊邦 我沒有講錯吧 到昨天6月23號嘛 6月16日到6月23日 這不叫做錦德 會去嗎 我怎麼會知道會去嗎 我還要問說你有賺很多錢嗎 不是 去嗎 是你有賺很多錢嗎 這不叫3152 叫錦德嗎 東陽咧 那這不叫4105 叫東陽嗎 不是會不會漲 而是你有沒有賺很多很多很多錢 不在於一檔股票 會不會漲 而是你有賺到很多很多很多錢嗎 就這樣啊 你又跟我問說 現在股仔來買什麼 你也幫幫忙 拜託你來買這間 來 今天是6月24號 過去我們向我們的成員做推薦的同時 建議之後 當天我們會針對該公司的股價 做非常完整的評價報告 這檔個股 我們還沒有進場 我們所有大樂透成員 我們大樂透成員 昨天6月23號 昨天下午 通通拿到研究報告了 針對該公司 我們預期今年的第一季年增率 單季營收創歷史新高 第二季單季營收創歷史新高 第三季會再創所有歷年來 單季的歷史新高 今年全年肯定創歷史新高 我們去觀察股價 這個不就標準被鎖碼了嗎 這要長大了 過去以來不管從聯發科 旭富永貫巨騰人保金可細品台駿 群聯貫德齊邦TPK東陽信邦 江新段敘富 好來 再說一次 這一檔個股我們的看法 今年將會再創歷史新高點 股價剛好站上攻擊發起線 除非該公司的股價跌破這一條成本線 我覺得不可能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進場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跌破 我們如果不要進場有可能會跌破好不好 如果我們要進場 我不認為它有可能會跌破 所以我們燒蛋會通知所有的朋友 那麼您做進場 那麼也歡迎所有觀眾朋友 您可以在節目後開盤前 打個電話給我們服務人員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什麼叫做台北股市的一個大贏家 針對超跌的股價被低估的 獲利能力可望會一路創新高的 這種個股叫做低估 一檔個股被超跌低估 您應該站在正向去做部件 節目最後在這裡 就回來轉個觀眾朋友 合家平安 操作順利財源管理 也歡迎您 可以跟我們服務人員做個洽訊 感謝您的收看 謝謝您 掰掰 來 Itsalian supercar Lamborghini 700hp 0-100 in just 2.9 seconds and the best part is Cissor doors 男人愛藍寶堅尼 女人愛藍寶堅尼 精品生活 7-11 幾點送 義大利原廠授權 模型車 迴避車 金屬鑰匙圈 精品幾點只要7-11 量度 需要很大 然後將到達一檔 大利原廠授權 遊樂靚也最難到達成了 藍寶堅尼 雅舟頭顧 您的堅強後盾 02-2578-3777 02-2578-3777 我愛純棉 I love my cotton 那你呢 跟宇宙人一起寻找最自然的纤维 美国面商标品质第一